接下來我們看到第四題 它說夾一餅等八個人排列 那球下列的排列數 第一個是說 夾在你的左方 餅在夾的左方 所以夾在你的左方 夾在左邊 那餅又在夾的左邊 所以是這個樣子 所以就夾一餅 它是長這個樣子 餅再來夾再來餅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就都亂排 其他人就沒有關係 那假如說 譬如說我們有一個 譬如說是 物 零 雞 甲 乙 丁 二 四 六 根 心 譬如說有的是這樣 那其中夾一餅之外 其他人都固定 就是 乙 雞 甲 那這個就是物啊 雞啊 丁啊 根啊 心啊 這些都固定 只有這 三個 三個 不一樣 那三個不一樣 其實會有幾種 三接對不對 但是這 每一種 他考慮夾乙餅的排列 就有三接種 就有其他的 就沒有夾乙餅的固定 這樣子的話就有 三接種 就是六種 每六種一組 這六種一組 只有一個是對的 這個是對的 丙 夾乙 這個是對的 丙以假就錯了 夾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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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錯了 這六個裡面 每六個只有一個是對的 其他人在排 很排別的位置 但是每六個六個一組 每六個就一個是對的 那所以我們的 最後的答案很簡單 就是說 八個人排列 因為這上面就是八接 但是 每六個有一個是對的 那你就除六 就是三接 這樣子 就是我們第二組的答案 至於這個答案多少 就換這樣朋友算一下 我們時間有限 我們就思想做法 再來我們看到 下一個 他說 夾在乙的左方 夾在夾的左方 不是跟這個語一樣嗎 還有一個 他還有一句話 丁在物的右方 就是說 你考慮這個 夾乙丙來看的話 他每六個有一個是對的 但是如果你考慮丁跟物 其他都不看 只看丁跟物的話 這個丁跟物 他可以物跟丁 物丁丁物 那其他的他都固定 每兩個 每兩個 一組 每兩個一組 兩個兩個一組的話 丁在 不是物而已 物幾號線 所以是丁物幾號線 這個是丁跟物而已 沒有錯 這是下一個 丁跟物的話 每兩個兩個一組 那丁在右方 所以丁在右方這個是對的 這個是錯的 每兩個一組 有一個是對的 那你就除以二就好了 每兩個一個是對的 對啊 我們就除以二 所以我們的答案就這樣出來 就很可憐 就是這個小題 那如果是丁在甲乙的中間的話 丁在甲乙的中間 那就是丁在中間 那旁邊可以甲 甲乙或者乙甲 所以這 每六種 它有兩種是可以的 所以你的答案就很簡單 就是 原本 八個排列 然後 每六個 就是三接 除以三接 分成這麼多組 但是每一組 有兩個是對的 成的 或者成的 二接也比較小 因為二接就是二 這兩個可以對掉 甲乙也可以對掉 好 比較困難的是